原标题 原本验伤报告 上面写得比较清楚 10月8日被同局折打伤 旧痴和后齿牙脱落 10月11日一直在打 两甲造成伤是同日左大腿被踢成皮下出去 10月12日殴打造成两甲后脑左丘受伤 同日坐一 不明白的是这验伤报告 还能够分辨出什么时候打的 这完全是来自于被打者的描述吧 后齿牙齿也太小了吧 不过这些都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需要将静肤鉴定 如果牙齿当时被打掉 蒋敬夫也应该知道情况 中普优花不愿意接受海外媒体采访 提出巨额赔偿金的目的 是不想停外和解 目的就是要蒋敬夫做了 中普优花身心都受到伤害 具体视听下和解还是被起诉 就要看调查结果 以及当事人双方的态度 凤凰卫视 驻东京记者 采访蒋敬夫的律师 其趁蒋敬夫已经向警方承认 殴打女友的事实 昨晚胡歌一篇感慨 蒋敬夫事件的文章 引发很多合作过 以及没有合作过 蒋敬夫的好友转发评论 好友余浩铭因为言辞不当 发文道歉 合作过的演员 蒋敬孟杰也发表看法 他的一个巴掌拍不响的言论 也引发网友争议 后来这两人都删除了之前的发文 蒋孟杰也是在发文道歉认为 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 都需要静待法律 给出公正的结果 犯了错就要勇于承担 改正错误 言语间不妥是他的错 很抱歉 不应该做错误的引导 其实他们都说错了 不是做错事 而是犯罪 做错事和犯罪概念应该不一样 所有发文或转发的好友 或合作演员 只有连更新说了八个字 而置身事外 一下子七年过去了 因为大家都不是了解蒋敬夫的情况 即使了解没有结果 也不能随便发表言论 获得国内网友的支持没有用 关键是警方怎么判断 再说还得看重普六花方面怎么说 律师质疑牙齿 没被打落 屋里没有大量血 不知道律师是怎么看的验商报告 而这位声称是中普幽花女友的验商报告 称雅也很难辨 所以说明星好友或合作者声援没有毛终 蒋敬夫也已经承认勾打女友 关键看最终调查结果 以及双方的态度 是否能和姐进行赔偿 否则已经构成重伤蒋敬夫 将面临十五年以下的刑期 事件没有获得警方盖章的结果 说什么都慕容